各位漫迷朋友好,又是我Candy Layman 跟大家研究一下12月6日的泥草混合賽事 那天是日馬 各位未看片之前,可以按一下鼓勵 各位老友記不要那麼懶,有時不提你們 也不按 希望各位那天都可以贏一下馬 收錢過引,快要過年 賺錢過肥年 祝各位都馬運亨通 那些片,各位可以看長一點 廣告可以實質支持 Layman 可以放進去,或者播放一陣 了解一下產品,看看是否吸引 又可以支持 Layman 頻道健康運作 有個馬迷朋友,叫我研究一下第一場 其實第一場,我都覺得很混亂 雖然說馬一點 但是,夠膽挖死的馬 就 不是幾多 十隻馬 還要大家看一下 十隻馬 究竟這場馬是有什麼事呢 是不是有鬼 一隻王牌都沒有 一隻後備保護拳都沒有 我就看過那些線路 都幾雲巡的 線路有些競爭性 但是又沒有什麼人打王牌 真的不明白為什麼 究竟有什麼惡事 就不想在這裏困 我今場就跟大家研究一下 這隻 等一下 唉呀 我都很亂 研究一下這隻 團結一致 團結一致 多數都是跑1600 那這一場 他又跑1800 即是他自己本身 上季就跑過1800 叫做OK過 但是今季他就沒有跑過1800 所以想跟大家研究一下這隻 團結一致的跑法 團結精神剛剛贏了 有一天團結媽 團結蜜上季的事 這隻團結精一致 其實上季已經有走勢 今季第一場季初 所以有時候泥地很難計算 大家同一隻馬 又是天天精彩 兩泉奇美 雙天至尊 榮貫大盜 都是這堆的 但是呢 頭三段的時間 可以是一分14秒 和一分16秒 分別是兩秒 我們兩秒鐘 一個人的生活 兩秒很快 斬斬眼 兩秒 但是跑馬那兩秒 究竟差多少個馬位 其實差很多個馬位 輕鬆了幾多呢 究竟為何會有這些步促出來呢 那些馬是否突然間不懂得跑呢 不知道 看看賽職 如果天天精彩 雙天至尊 這些呢 今天都上去另一個班次跑了 兩泉奇美 團結一致 呂英福星 團結一致 榮貫大盜 兩泉奇美 這些呢 仍然都留在這班跑 這個團結一致都頗特別的 季初周進落 用那個配備 跑到進來 下一場呢 霍利時 不知道為什麼 除了配備 現在雷文就不選 無謂中計 那麼再下一次 又帶回配備 就是這一場 不就是這一場 又帶回配備 之後呢 他又剷進來 跑過第四了 其實呢 這隻馬呢 這一場他快步速的話 他可以守得住 大家看到 他是守得住的 這一場 如果你覺得他慢步速的話 他又可以追得到 同場有一隻叫呂英福星 呃 今天的兩泉奇美 對了 呂英福星 兩泉奇美 大家看看 他如何在慢步速 那麼吃虧之下 去外檔 如何過過那些 呂英福星的走勢 其實得夠不夠硬正 今天找到田泰安 吳周進落 天天精彩出集 沒有問題 那天團結一致 那天團結一致 什麼慢步速呢 他又不跟上去 究竟是否感覺不到慢步速呢 前面那些頭五名 好像有三四名都回來了 雙天至尊 天天精彩 對啦 接著就 這隻是什麼 不記得了 總之是三四名的 有三隻 頭五名 前面有三隻 在那裡 團結一致 還在這個位置 是否分別不到 這個是慢步速呢 季初那場 這麼快步速 就跟到那些位置 真是奇怪 只有這隻團 兩全其美 又在那裡 天天精彩 又在那裡 頭五六隻 三隻 三重彩 你看看這隻 團結一致 就腹到外府 那麼愛 跟馬房那隻 呂英複星 就賺了 大家一起拍進來 這隻 虧了很多 但是看看他怎麼追 啊 騎得夠不夠硬 各位自己給評價 這裏都推得很厲害 這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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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帶他上來的 是不是啊 這裏呢 人家走光了 那裏呢 打幾邊上來 那裏呢 那裏呢 如果覺得這場 他虧了萬步速的話呢 那裏呢 這裏呢 他追得很好的 那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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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呢 那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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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呢 那裏呢 是 我記得那裏呢 那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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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查 хочу一下 嗯 團結一志 呂英復星 那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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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又鬥 ADA 那裏呢 蝕了步速也追過女英復星 今天 都是XB,沒有配備變動 看看他 頭那一場1分14秒的時間 頭三段 他可以咬到3、4位 上場慢步速1分16,他就留到這麼後 看看今天的馬房又如何留 他也要留那麼後,你也要催他不脹 大家看到那條片 蝕了慢步速,讓他這麼外 這樣騎回來,史卓鋒哥哥騎得這麼硬 也追到過女英復星,就先選他 希望他正頭正腦 這場馬又沒有王牌又沒有聖 馬上到田泰安哥哥 再去試一個草地 先檢查清楚 雷文提供一些賽馬 實用資訊都要準確 試了過草雜的田泰安 希望是鬥志好 大家留意一下那兩隻馬 即是霍利時兩隻馬 飛數有沒有變動 先選這隻團結一致 然後呢 我也會選這隻榮冠大道 季初和大家看過試雜 他一直都有選他 他一直都是345 自從帶回V2之後 他都沒有脫過五名 我又不是求你又要贏的 我不用求那隻馬贏的 贏對我沒有什麼幫助 我不是買獨贏 你跑第一對我沒有什麼好處 那我就求你剩下四連環 三重彩 那就足夠了 這隻榮冠大道 帶了個V2之後 沒有脫過五名 跑第四的機會率有三次 兩次跑泥地 和大家看過 那一場泥地 有一場是和中華之光 又是雙天精彩 這一場也是那些 即是頭幾隻都上了去 那一場是和中華之光 中華之光 那時候是多少分 那一棍 撥中中華之光 天天精彩 榮冠大道 雙天至尊 撥中了 這隻中華之光 再上去有一場 谷草 1800 1800 上來偷幼痴告冬 來天天精彩 這隻榮冠大道 其實那天 潘頓就篩了那隻 天天精彩出去 叫做 跑第三 然後 再跑兩場草地 其實兩場 我都覺得他蝕捕促 看他這一場 蝕捕促的話 看他沒斷怎麼騎 選馬有理有據 大家看看 其實第二段 開到二十二個多 第三段 在彎這裡開始踩 跟著他一起踩 那些都沒有什麼好結果 只有他回來 有的 頭那幾名 大家看看 這隻榮冠大道 進來 大答報 賀銘年哥哥都算發揮得好 這場 騎得 輸給那隻叫雙折棍 雙折棍 回到菊草 亂跑 放在前跑 也跑第四 那隻甲丸也在 對不對 這隻榮冠 甲丸再出 都得雙折棍 擺頭走 都跑第四 動力飛鷹 都再贏馬 其實這隻馬 泥地草地 都沒有什麼問題 若然大家看看 雷工作回來 沒有 跟他一起放 御風超影 跟他一起放 沒有 唯獨這隻榮冠大道 守住個位 在彎踩 還有餘勁 頭那兩隻 都再有表現 後面第四 那隻 是不是動力飛鷹 如果我沒有記錯名字 動力飛鷹都再贏馬 贏到高尖軟足 屎出風 沒得頂 這隻榮冠大道 2號 7號 第三隻 我就不選太多了 方家柏 兩隻 兩隻 泥地 我都覺得是OK的 我覺得那隻兩全其尾 有時又懂得擺 咬回好位 有時又追 甜酒杯 贏完那場五班 再上去跑草地 照選他 照選他 其實他輸給那些對手 都不錯 我再看他那條片 其實你是輸給那些 叫做側身野 陽光戰區 愛逍遙 是一隻有少少微利的馬 那天的永益線 亦都是中段踩 就捱過第四 這隻甜酒杯 草地 泥地 都沒有問題 我覺得他那天的草地 其實那個步速 沒有什麼賺 沒有什麼洩 一騎出來 拔出來 就已經是 幾大步走上來 無謂想這麼多 方家柏兩隻都愛好他 這一場馬 就不斷投注一下 四連環四重彩 就算了 因為我覺得形勢很混亂 其實我覺得 有資格產進來的馬 我看那隻佔子 除了今天的配搭 有點令人疑惑之外 因為中他兩次 都是莫雷拉騎 上次不是莫雷拉 就不在了 今天如果有機會 或者動態上 莫雷拉也是寧願選方家柏 這隻佔子 其實我覺得他有可能 泥地可能適合他跑 但始終名額就有限了 我相信那隻和平路 今天應該也有些人留意 但這隻和平路 每次潘頓騎可以搜到好位 潘頓774 潘頓553 然後其他騎士 莫雷拉也有66多 其他那些全部都是十幾 十幾 十幾 即是要一些很Top的騎士 才可以哄到馬走 無論什麼當位都是 涉恩騎過去幾次 都算是有近過的表現 還入過位 但都是在十幾追上來 今天看看他十幾有沒有追 看看有沒有補足給他 所以就選不到他 那我就 再用一個方法跟大家說 不過都幾麻煩 帶了配備又穩定 團結剛才解釋了 又換又除又換又除 今天不變 不變就選他 團結一致 呂英復星 亮傳奇美 榮冠大道 尖指 甜酒杯 這些都是換了配備 是穩定演出的 人馬合拍的 有榮冠大道 甜酒杯 所以這兩隻 尼地也好 人馬合拍 換了配備也好 兩隻都有選擇的 但是我自己選擇 首選 我都是博這隻團結一致 純粹是上次的賽職 如果他跑回季初那場 咬住好位 那場馬日 怎麼會跑到第幾回 第四 還要這樣沒斷 騎馬會 不知道有沒有問話 沒得說 希望他今天好好發揮 甜坦安 愛了二 第二隻 榮冠大道 今季都未交代 凹了個V 之後都未脫過五名 泥地草地都是這樣的 上場 其他那些都斷 是他不斷的 接著 兩隻方家帕 泥地的馬 都有理由 莫雷拉 好像騎尖指 他都選這隻 兩全其美 何澤堯 都是騎尖指 這隻甜酒杯 兩隻都立了 至於四連環四重彩 譬如選擇兩隻膽 可以拖一下三 八 甚至乎十 十 其實我真的很難計 這隻馬的水準 他有時賺了一點步速 回來又不多 但是他今季第一場 虧了步速 跑得很好 現在40分 究竟是怎樣 在這裏 卡住了 雷文 所以放在四連環 馬就和大家說了 投注方式 各位真的要 釋除尊便 靈活一點 我選了2號 7號 9號 6號 即是團結一致 榮冠大道 甜酒杯 放在兩全其美前面 2 7 9 6 就是我個人心水 希望各位可以贏多些馬 雷文衷心 祝福各位馬迷 拜拜